醍醜 菩萨 égal Gray TBK 荒星 倒还好 我们來看到106 我们这里看到 假如能够 沙 Brendan 菩萨一大悲心 透过这样的一个修行 能够让所有的障碍 障碍境越满 所有的障碍就是障碍我们行菩萨道的 障碍行菩萨道的就是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理障 第一个就是示障 障碍我们之间成就的 就是有人教你正确的 偏偏人家跟你说不正确的 你都不受影响 比如说行菩萨道要学吃亏 有人就会跟你说为什么那么不人家吃亏 那在一个菩萨行者而言 他非常清楚懂得能够遇大悲心 才能够破理障跟破虚障 事障就是当你开始在进行某件利益众生的事情 你会坚持在你的清净心 所以他这里愿这个障碍满 愿于这个所谓的解脱会 解脱的智慧自然就能够清净成就 那么解脱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叫解脱 有人会问啊 甚至会思考 什么境界叫解脱 解脱绝对不是一个概念 它是一个智慧所呈现出来的功德 那就是解脱 乃至我们说的无挂碍 乃至说的自在 那一个人之所以有解脱的力量 是因为他有趋近智慧 有些人很辛苦的工作 好不容易存了一些钱 可是他为什么要捕食 有人会认为 这么辛苦的工作 好不容易存了一些钱 要把它射出去 舍得当下你是轻松自在 无有过爱的人 还是有所扎寒的人 关键就在清净智慧 关键就在这个清净智慧 而这个清净智慧 是以菩萨道来成就的 他是相互依存的 离开了菩萨道 假如说你说你离开了菩萨道 要有清净的智慧 这不可能 那你说我只要有清净的智慧 我不行菩萨道 也不可能 所以菩萨他在做了一件利益众生的事情当中 他都无有差的 就是无我才能够奉献 无我才能够奉献 非常重要 无我才能够奉献 好 所以菩萨的这个解脱会 参加七年 这个成就的清净法 成就的清净法 所以呢 我们要发大圆局妙心 所谓的成就妙庄严 这妙庄严就是成佛道 最为庄严的 能够成就最庄严的佛国净土 就是因为愿力而成就 阿弥陀佛发愿成就了解脱世界 妙师傅成就了流离世界 阿卓佛成就了妙行世界 等等 都是大悲心 都是大悲心 所以叫正大圆局妙庄严成人 这就是佛国净土 所以我们的佛国净土 就靠我们自己的行愿力 菩萨的悲愿来成就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后面的祭奏 后面的祭奏呢 是世尊和弥勒菩萨 来总结这一段修行上 非常有意义的 非常简短 但这个简短的祭奏当中 你把修行 生死沦合的根本 把这样的功夫呢 把它提出来 来我们来看 这个祭奏 说弥勒如当之 世尊再次强调弥勒 他用祭奏来重说此地 这个弥勒呢 又叫阿易多或者慈世 那其实也是在跟未来一切众生所说 他说弥勒如当之一切诸众生 就莫法得一切众生 要得 不得大解脱 为什么未来一切众生 无法得解脱呢 小解脱也许可以 大解脱就是 庄严理菩萨当 为什么不得大解脱呢 结由于什么 贪 若建立了贪 很多事情 好事都变坏事 像这个 看了一些历史剧 古装剧 也演这历史剧 这个清朝的皇帝拨款 要整治河川 要治水工程 就是要做提法 这个款项拨下去了 是好事啊 那假如这个贪官 他刚拿到的钱 他偷空减料 提防也做了 但他不是用水泥 他用稻草 用鲁股萨 看起来好像是完成了一定工程 结果一下大雨 河床溃蹄 淹大水死伤很多人 追根究底的原因是什么 贪 国家预算拨下来了 当一届工程 应当是可以利益众生 利益百姓的 何故下了一场大雨 又无故的百姓 又死伤了这么多 始作俑者 还是那个贪心 为什么众多修行者 在最后无法完成不上啊 结由贪欲固 结由贪欲固 他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目标 若此贪欲不断 解脱的智慧不能成就 若贪欲能断 你已经在减少欲望了 虽然现阶段好像功夫还不纯熟 但是直日可待绝对可以成就 你出家 你欲望开始减少了 开始减少 也许还有一些习气 但至少大方向的欲望不再有 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 在修行上就很容易成就 就很容易成就 所以这个世尊就跟弥勒菩萨说 弥勒无当之 未来一切众生 不得大解脱 多因贪欲固 整个佛教 不得到的演变过程当中太多了 好多的修行人 他失败 不是失败在逆境 不是失败在对方 失败在自己的欲望 那有些人为什么修行 这么容易就可以成功 减少欲望 所以我们出家修行 在家修行也好 到日有所损 把一些业障损掉 不要让人 每天修行 得到越多越好 得到越多 不代表好事 日有所损 日有所损 日有所争 损的 是把烦恼 用给减少 日有所争 是把智慧清新增长 日有所损 日有所争 这就是菩萨 若菩萨没有建立 在这样一个思维上 你想要付出多少 你想要相对的 一个同等待遇 恐怕只会让自己更痛苦 恐怕只会让自己更痛苦 好 所以他这个就谈到 一切众生不得大解脱 皆有贪欲 所以堕落于生死 就在生死之中 为什么在三间内还不得处理 甚至在停留在恶秤人 无法成为大菩萨 就堕落于生死 就生死分为 他这里 世尊人就跟米勒菩萨说 你如果能够呢 断这个所谓的 撑恼 撑爱 贪爱 撑就撑恨 撑恼 撑恼 爱来就遇爱 这个撑爱 人都是因有爱生恨的 爱恨之间 他是对等的 所以古人说 爱之生者之切 听起来好听 爱恨 他是这么明显 所以他说 若能断撑爱 而且呢 撑恨 撑恨 仇恨 就是 撑爱他是一种 看起来是两件东西 其实他是同属一件事情 我前几天在跟我们几位 信仲跟出家弟子在对话的时候 就他们谈到 兄弟姐妹之间 你跟其他非亲非不往海 好像也没什么 那有时候跟朋友好像还蛮有话说的 还蛮聊得来的 可是跟兄弟姐妹跟自己的亲 好像有时候呢 都不对吧 大死不相往来 何以后 撑爱 就是撑爱 你说啊 哥哥怎么样 弟弟怎么样 跟哥哥弟弟都没关系 是跟什么有关系 撑爱 就是亲情爱情 欲望的撞口体 撑爱 太明显了 所以他不可能断撑爱 撑恨跟爱 那两个好像是 两个不同属性 但却是同一个性质 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社会新闻事件 在报道 爱人没关系 就会让人死 爱人没关系 就会毁掉他 就这样 爸爸妈妈 听些蜜蜜的团 把爸爸妈妈 割不紧 把头扑起来 我们看他要什么笑 他也真的笑 当然就是撑爱 那修行人的承爱在哪里 就看不破放不下 你看着破放得下 就菩萨道容易成熟 菩萨道容易成熟 好 所以他说 如果能够 于这个贪爱 能舍 能舍能断 能舍能断 而且 他这里谈到 最为重要的是 要舍离什么 所谓的淫欲心 那这里谈到 称爱 即与贪生事 贪生事 贪生事是从称爱再衍生出来 好 这个谈的是根本 称爱 称爱 是生死的根本 那因为这个生死的根本 还没有断除 所以也会衍生贪生吃的 种种的形象状态 产生了种种的形象跟状态 贪生事就是表现出来的 你表现一听 因为称爱未断 因为称爱还没有断除 所以当有一些因缘聚足了 他们的烦恼起现行 起了贪 贪 称 吃 因为爱一个人 而爱的过程当中 起了烦恼 贪 称 吃 这种种的状态表现出来 表现出来 所以你只有智慧 才能够降服他 才能够降服他 假如呢 我们没有这个所谓的善之士 乃之种种的善法 善因缘 来帮忙的话 那恐怕 那恐怕 今生今世 要远离这些障碍 遥遥无期 遥遥无期 好 所以 叫做我们 我们没有好好地透过 法的一个思维辨证 就容易在生死轮回的根本称恨 称恨当中 乃之呢 爱乃心当中 而又在造起祸 造业 起祸 造业 所以他的种种的贪生性的差别性 每一个人 对贪爱的杂染不同 但是他所表现出来的性相 也有很多的一些差异性 但是有些人比较贪 有些人比较表现在撑 有些人比较表现在撑 有些人比较表现在愚痴 表现不同 表现不同 那假如能够断呢 能够断这个所谓的贪爱 乃之呢 能够把贪生痴也给断了 然后呢 就不会被这些种种的现象差别给影响 便可以成就 所谓的佛道 皆得成佛道 因为 根本的称爱心一断 跟生死轮回一断 贪生痴也就会脱落 不复现行 不会再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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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瓶 这一段 这个弟兄当中 世尊就非常明显的 也很清楚 跟弥勒菩萨说 未来众生 我们在修行上 很多不如意 很多不得成就 不得解脱 的主要原因 所以就只有一种 尘埃 尘埃 欲望 把它仔细的思维一下 还果真如此 还真是如此 那若你能够很懂得超越 舍于这个欲爱 你在修行上 就能够很洒脱 就不被这些种种的现象给框住了 好 我们看下一段 在这里的留言中 大家一起同诵 各赞永消灭 修世的正部 最盛菩萨愿 依止大涅槃 十方主菩萨 皆以大悲愿 事先入生死 现在修行者 其末是众生 情断住爱戒 便回大元杰 好 我们看这 他说呢 这恶障能够有亩断 就是离战等死障 障碍我们之间的 障碍我们行不上道的 都能够远离 而能够清净善之事 能够清净善之事 而能够得以此正法 求是得尊 善之事的引导 就很容易就可以入门 很容易就可以入门 那有些人在学习佛法上 很容易就可以入门 有些人 在佛法的学习 好长了一段时间 都还是在门外 那最大的影响就是 礼藏跟誓藏 那为什么会有障碍这么多 还是回到原点 就是所谓的欲望 一脚踏在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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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想 我真的要这样做吗 佛陀在 我们在大制度论里面 做这个 做这个一个批评 菩萨跟凡夫的差别 这是一个门 这个门呢 一个是进去 一个是出来 这是我们的虎丁 那 那凡夫呢 一脚在外 一脚在内 要进去 菩萨呢 也一脚在外 一脚在内 方向不同 方向不同 一个是 要进去 这是房子 这是房子 一个要进去 房子呢 一脚踏进去 还在犹豫 我真的要放下 外面的一切欲望吗 踏进去 就解脱 一脚在里面 一脚在外面 还在思考 真的要我进去吗 还在思考 还在犹豫 就是还被欲望给拖着 放不下 所以孩子一脚在外 一脚在内 你说他有没有在休息 一脚在里面 一脚在外面 每天就是这样 一脚在外面 一脚在里面 那菩萨不一样了 菩萨已经进去出来了 然后怎么样呢 一脚跨出去 已经开始在怎么样 进行他的菩萨道 而且是什么 已经舍离了这个欲望 欲望以舍离 欲望舍离呢 进来的时候呢 这个是智慧 所以菩萨是从智慧 启动了他的力量 叫做智行 智慧的行程 所以刚刚那一脚踏出去 所看到的一切的现象 皆起悲心 心境不同 那凡夫呢 他踏进去的时候呢 还一直怎么样 念念不忘 我真的要放下这些欲望吗 那心境就插在这里 一进一出 方向不同 我觉得在大智慧 大智慧的里面 看到这一段 我就觉得 哎 这个P的还真的是 非常的恰当 方向不同 同样的一脚在外面 一脚在里面 心境不同 智慧不同 所有的一切皆不同 所以我们现在一脚踏进去的 你还在一脚 还在外面 还在冰光 一脚踏进去 要跟着似的 在似乎 那热也烈 热也烈 热也烈 热也就丢起来 还在那边 真的要这样吗 你那一脚 又在那边 好舍不得 动不动 我们就观望的过去 种种一切多么好 多么美 多么的美妙 多么的温暖 回顾一下 不堪回首 当你开始行菩萨到 入于解脱门的时候 开始用智慧行走于天下 大悲心为所缘的时候 那个智慧 对 我有障碍 大悲心者 所以你叫求是得正 他可以 在这方面很容易做成就 很容易做成就 所以呢 各位 菩萨行者 要先懂得舍离欲望 你对你现在最执着的是什么 你愿意舍离吗 其实众生最难割舍的 最难割舍的 莫过于贪爱 贪爱的追根究底 这就是我们在越决心上 一切难以皆淫欲而正心欲 就是要我们断这个 隐心 一切就好休息 好 所以呢 然后再谈到 能够求菩萨靠者 而能够行菩萨愿者皆有善知识的引导 然后呢 遗址 这个所谓的大裂盘大极境 我们大裂盘大极境就是佛陀的境界 佛陀的境界 所以呢 十方一切菩萨皆会忽念我们的修行 那十方菩萨皆忽念着我们的修行 十方菩萨也皆以大悲心而成就大悲愿 没有一位菩萨不行大悲心 而得以成就菩萨道德 不可能 我们看每一尊菩萨的发言 地藏文菩萨 观世音菩萨 乃至文殊普贤等等 诸大菩萨 每一个都是以大悲心在这个世界 而显现了祂的功德 显现祂的功德 所以菩萨能够以种种的大悲心 而四限入生死 但菩萨虽四限入生死 但无有生死心 更无生灭心 祂只是度化众生做许乐道场之佛事 所以菩萨与一切的修行 四限种种的正常的修行 我们多当要互持 有时候看很多的修行人 来发大声 我们就去呼应他 有时候他可能是菩萨发愿来修行 那真的未来一切的众生 都能够勤修 精进 断除所有的一切 贪爱 洁渐等等 尤其欲望 要精进的 去断除他 贪爱心要断 还蒸发王他心 非常不容易 因为他的诱因 来得很强烈 那只有你精进的 才能够阻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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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发精进心 断除欲望 才能够成就 成就所谓的大圆绝 也是成就佛堂 回到我们的本来面目 回到我们的本来面目 所以 贵 贵就是回到 我们的大圆绝 这人人短矩 那在一个弥勒菩萨当年 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来丁度讨论 其实 讲了那么多 对于修行断生死根本 满满的 我相信大家都听得懂 就是要断欲望 只是问题 欲望还要怎么断 所以要一戒生定 一定生悔 那戒定又要从何而修 从文师修路来 那我们从文师修路来 最根本的方向 刚刚谈的 法律师 我们现在开始要踏入佛门 我们那个方向对了 入门的方向对了 就是最后那一个脚 抬起来 踏进去的那一个就是我子 脚那个我子 就是我剑你放不下你这个门 就铺不了 你还是一脚还在门外的时候 你就是门外 不可能一脚在那一脚在外 你就是要把这一脚给抬起来 踏进去 踏进去就是骨我 如果这个我剑还在 还是一直挂在外在的世俗的 种种的渣染 让菩萨到南城 菩萨到南城 那菩萨他已经入门了 他一脚要踏出去 他不是只有一脚踏出去 他已经全心全力的踏出去 一脚在里面 一脚在里面 他所应是大悲心 然后所应于一切众生 然后视线入 一切众生的生死下 但不受生死苦 菩萨虽视线入生死下 但不受生死苦 何以故大悲心 大悲心 那怀疏 一切众生 一脚在里面 一脚在外面 不断在徘徊 留念 到底这一脚要踏进去 还是要缩回来 所以我们常常有些人就 今天踏进去 哈 我天就退回来 所以常常在进三步 退三步 何以故 割舍不了啊 割舍不了 那以我现在的看法 为什么割舍不了 苦的不够彻底 当你苦的彻底 你就会割舍得了 苦的不够彻底嘛 还让人这个 这个欲乐是快乐的 欲望是快乐的 还苦的不够彻底 当你苦的真彻底的时候 你就可以放得开了 苦的不够彻底 讲得真彻 苦的彻底 就放得开了 苦的不够彻底 为什么放不开 苦的不够彻底 大家就会去淘楼器会 他把他吵大牙 回头的时候 不堪回首 有一位菩萨在大波热经里面 就问佛啊 为什么众生明知苦 明知越是苦 还要往苦的方向去 明知是苦 明知不可而为之就对 佛就回答说 众生说他因为知道苦 要往苦的方向去 佛说他根本不知道苦 他知苦绝对会放开 因为他不知苦 他以为 佛说就比喻说 就跟伯教一样 我这次赢到就没要伯 如果输得再伯 再一次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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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都只是在原谅的自己 操作断 喻说 能不妥诚 祝福 有永远的最后一次 有无止境的最后一次 都說我這次來贏就不想生了 阿如是說我贏 還真的贏 都不會贏 准怎麼贏呢 贏了想這個 再一次 到後來輸到答案罵到 所以佛陀因為他不知苦 不是因為他知道苦往苦的方向去 佛陀他根本不知此為苦 他知道腿會犯得下 所以有些人為什麼還沒有辦法發啟動菩提心 苦的不夠徹底 苦的不夠徹底 那我們現在在道場上在這樣的一個用功 我覺得我們還蠻慶幸的 在末法時期 還可以有正法 還可以有佛法的精頓 可以讓我們做思維 真的 我們要好好的珍惜 而請善之士難遇 善之士難遇 善之士難遇 那我常強調的善之士就是你每天 懂得深入經濟 你不深入經濟 你的知見一直沒有辦法建立起來 你永遠在禮藏上就障礙了 四障更不用談 禮藏無法破除 四障絕對還存在 禮不通 四就不通 知見無法正確地建立起來 你修行的方向絕對會亂掉 就像我們一般在處理事情 人事人事 人事的問題 我們覺得事情做好了 人就圓滿了問題 人與事它是同行同時在進行的 所以說做人處事 人能夠圓融事情也就能圓滿 所以論理論事都要一合合一解脫 論理要一解脫 論事要一合合 那在修道上 於行不上道上 假如知見沒有辦法確立 你很多的時候 都只是以世俗 乃至你個人的這種 所謂的慾望想法 再打開定一個合理化 合理化你的慾望而已 而不是把你的果子給剷除掉破除掉 你只是在合理化 我的慾望在這個時候 慾望的恰恰好 慾望的剛剛好 有那個慾望來的剛剛好的嗎 沒有 你不過是在合理化 你不過是在合理化 那問題就能比善 被法的知見 你這個沒有辦法訓練 你這個沒有辦法訓練起來 你就會找世俗 累結的習慾 其實這個在佛的說法 叫做摩 摩一直告訴你 那個慾望好愛你喔 你永遠不要離開慾望 慾望會讓你滿足 慾望會讓你幸福 慾望會讓你溫暖 你說真的喔 那我也慾望的剛剛好 那摩就很開心 為什麼 你永遠都是我的摩俊鼠 當你哪一天發動了菩提心大背心 你只要持慾望是不可愛 只要慾望 當遠離 魔攻震動 魔攻震動的時候 魔攻會告訴你說 哎呀不要這樣啊 再一次就好 你的大背心會告訴著你 慈不可愛就不當 就不應當停留 只有超越方向 離知見才能夠建立起來 不然你的知見每天 建立起來每天都自己拆掉 每天把好的法的知見 好不容易培養好了 就把他毀掉 好不容易培養好了 就把他毀掉 好不容易又毀了 是誰把他給毀了 原來是我 所以禮藏 多深入經典 多思維無法 不能常常就是聚在一起 就是太多的俗物 去合理化我們的慾望 當禮藏無法破除的時候 四障更無法破 比如說行菩薩道在進行的 一進共同成就眾生的事業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能夠得到這麼辛苦 能夠得到這麼怕病 菩薩不曾想休息過 菩薩沒有想要休息 所以 剛這裡談到 我們要把禮藏 就是善事事 多多時任入境障 眼道 耳道 心道 然後你手能夠再寫一寫 你的思維 辯證法 這個時常復習 那菩薩就懂了什麼 在慾望不可愛的遠離 那遠離到最後 他不是去討厭那個禮藏 他會藉著眾生之所欲 然後入生死 視現以大悲心視現 入生死相 然後度眾生超過 所以菩薩會入生死相 但不受生死苦 當有大悲心 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好 那死境關係我們談了 那明天我們 我們就練佛 明天練佛 本來是要安排講座 但是因為實際上往牌不開 所以我們還是以念佛 那跟各位預告一下 我們這一次的要使法會之後 我們還有一個佛妻 那今年呢 師父特別呢 也跟我們常駐法師 他們也有這樣的一個發願 我覺得也蠻好的 一起來成就 那農曆的12月1號 我們先來打一次佛親 真正的修行團的打佛親 這個只接受有報名者進來 沒有報名者 你想他隨性參加的 No OK 聽懂吧 No OK就是不OK 只接受報名者 但是還要經過審核 來打弦差的 來打弦差的 來干擾的不受理 真的我們想做以修行版的 來進行這方面的一個修行 我會請 維莫斯這邊 儘快的把海包 把它公佈給大家知道 這個是修行版的 嚴格之行 能夠盡禁於 能夠以生團的倫理制度 來做進行 那個時間我想 氣候各方面的條件 應該會是最好的 那個時候我也沒有太多的事情 也可以跟大家一起 來打殘期 打佛親 本來是講打殘期 他們維莫斯就跟我說 腳很痛 一輩子會痛 兩分應該是比較好 那就互相妥協一下 本來那個時候 我是喜有打殘期的 也好 透過練習 我們以修行版的 比較嚴格的來執行 我到時候會來 跟我們生中來做一個訓練 那我們這個叫大佛期 真的是要把煩惱的第七事 打掉 打得念頭時 直舉法身弘 好不好 好 我們等一下 請喝酒 好 約好 約理此功德 約理此功德 父濟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借我善罗达